如果不是王辉的慧眼石珠 赵云一早就被龙子科选拔淘汰掉了 2020年 德云社罕见在网上开启龙子科招生 无数喜欢相声的孩子纷纷前来报名 赵云一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他形象好 加上口齿清晰 惯口也说得好 所以他很快得到了一大批人的关注 可那届考生是卧虎藏龙 即便赵云一有流量加成 在排名时也只能排到31或者32 而当时德云社只有前30才有资格与郭的刚见面 步入面试环节 按照赵云一的排名来说 他基本上是没戏了 可王辉却在某天晚上突然连线阮云平 并且要找赵云一 王辉此话明显是想要捞一把赵云一 连线成功之后 赵云一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罐口以及唱功 王辉是越看越喜欢 直接保送了对方 卢云平本来是不打算要赵云一的 因为德云社没有收女徒弟的贤弟 并且他给人安排演出也不好安排 可既然王辉发话了 卢云平就算有困难也要想办法解决 但那会儿他们谁都没想到的是 赵云一的天分居然这么高 在众多龙兹克弟子中 他也是排到了前列 比其他人更早出拳 后来成功加入到了德云七队 队长孟和唐还专门为他寻了个好捧根 这是当初孟哥 孟哥连续给我求了我三天 求了我三天 说让我给赵云一捧根 我说我考虑考虑 因为我也没尝试过给女的捧根 起初孙旧将不同意给赵云一捧根 一是因为他没有给女孩捧根的经验 另一点则是因为赵云一迟迟没给字 所以他上不了商演 可能会影响到孙旧香的演出以及工资标准 并且以赵云一的水平和名气 恐怕他还需要在小剧场磨练好几年 但架不住孟和唐三番五次的找他 最后孙旧香只能答应事实 可没想到的是 二人的搭档居然意外合拍 虽然孙旧香放弃了短期利益 但从长久来看 他投资赵云一绝对是稳赚不赔的